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喬 我現在在玩的遊戲是薩爾達傳說王國之類 那上一集呢 我們到了哈特諾研究所 在這邊 哈特諾古代研究所 那我們找了洛貝莉之後 升級了我們的普爾亞平板 得到了感應器 神廟感應器 然後呢 他跟我們說 如果要新增傳送標記的那個功能的話 需要去阿卡來古代研究所 幫他拿試作品回來 那在離開前呢 我們先爬到最上面 然後可以發現這邊有一個 守護者 礦野之息的守護者 然後再往上爬的話 這邊有一個克洛格果實可以拿 他擋在這裡 我沒有辦法調查 我們先把它解除 然後調查 這樣可以拿到一個克洛格果實 好 那再來呢 我打開我的地圖 那我們就到 那我們就到 最右上方這邊的 這個 驛站這邊的神廟 喬奇伊烏神廟 那我再把我的丘莉給叫出來 好 那我們就準備往研究所出發 那再往研究所的路上 有莫莉布里 然後也有一個 醫蓋隊的人在這裡 你要跟他講話的話也可以 那不理他 好了 因為我也不想再多跟他糾纏 你看 卡庫達是不是發現我了 有一個礙事 哇 他的道具先去哪了 哇 這麼多隻 他很想跟我打架 那我來 用道具給他們 我來換一下我的佐納屋衣服跟頭盔 阿 佐納屋頭盔跟 這樣比較節能 因為你們好煩喔 哇 封燈 來咱咱咱咱咱咱 哎唷 我的血量 怎麼被打一下就 差這麼多 欸 打我的丘陵 白影的命太长 好 把他们先解决也好 那我刚好拿一个王族盾 我身上的这个也快坏掉 我就把他换掉 那我直接把这台武器也拿走 就快晚上 等一下刚好可以也拿来打一盖队 我把武器放在这里 然后 确认一下我的弓箭 那我们先开着备用 是谁 是林克 来吧 对对对去打他 靠他就可以帮忙了 他命很长喔 好啦这样就打赢了 快快很多 这个是戒心长刀 我身上应该没有特别需要他吧 我居然没有拍过戒心长刀 好 那打倒他们之后 我们就可以进去里面了 这样还蛮方便的耶 不用跟他在那边缠斗 然后这里有个宝箱 打开以后就会拿到试制的传送标记器 然后这里有个日志 一开队的日志 这个图案画的好像是林克 他们把林克画得超丑的 好 那拿到以后 这里的箱子 应该还有东西可以拿 我就顺便敲一敲 然后可以上去二楼 这边之前我们就来过了 一样可以再把 因为这里的东西 丘利想吹走我的东西 这里的东西红月后 基本上还是可以再拿一次 那好像没什么东西 我就传送好了 那我就传送回去 哈特诺村的研究所 在这里 哈特诺古代研究所 好的 我换一下我的装备 那我们就进去里面 那我们就跟洛贝利说话 我要新增传送标记器 有我的家的味道 为什么 你已经有了 哈哈 那就可以来升级我们的普尔亚平板 终于拿到了传送标记器 哇哈哈 重要物品里 只要把它设定在想要的地方之后 就可以随时随地传送 啊 very easy吧 只能两个 需要十个地图的资料 哈哈 基本上我已经超过很多地图了 所以应该可以直接新增两个 所以应该可以直接新增两个 那我就再跟他说话 我要进化我的传送标记器 地图资料已经数量高达15个 没有错 还是中文夹杂英文 看得我很痛苦 这是第三个 所以总共会有三个标记器可以用 赞赞赞 那我所有的功能就都完成了 你也perfect了 哈哈哈哈 千万不要忘记告诉他 这都是多亏了我 的普尔雅平板帮忙 好啦 那我们就完成这里了 然后我开地图 打开冒险笔记 我们之前有去勇气之拳 然后拿到 他说要费罗龙的爪子 那我在地底有拿到爪子 所以我打算也去勇气之拳那边 来去给他爪子 我们来去泡泡拉高地这边的吉乌可乌美神庙 好那我们来去找 勇气之拳的女神像 这坑树这么大我之前有看过吗 好下去 好下去 走 诶 是在哪里 啊 这个吧 手持 谢谢 谢谢你 我的力量可以传送给慈母女神像了 那他就会送给我们黄玉 那他就说我们可以去造访 我现在就会帮忙 在那个旺游神殿那边的女神像了 那我就开地图 然后传送回去 旺雀神殿里面的玛雅乌西游神庙 好 然后我先等红月过去好了 把衣服也换一下 换好看的 好了 终于动画过去了 那我们来去女神像那边 女神像已经 起来了 他本来是倒下的 然后他现在闪闪发亮 过来这边跟他祈祷一下 他会给我们什么吗 献上了祈祷的虔诚见识啊 谢谢你协助了他们 他说要帮我 给我一样东西 但是要可以装下一把剑的空间再来访 所以他要给我武器就对了 那我 看一下我哪把武器 可以扔掉 那我把头枪丢掉好了 诶不要 丢这个 钢剑 那他就送给我们天空的白刃剑 你走吧 那我们就完成了 慈母女神像这个挑战 我来看一下哦 长这样 那我们可以把它先拿出来拍个照片 因为 之后应该也不一定拿得到 这个我也没拍到 天空的白刃剑 然后是 左纳米乌母之钢剑 然后是左纳米乌母之钢剑 好 那我一样 看一下冒险笔记 这是可该大人 然后我们这个一时村有个巨霸且马巨霸加马的人偶 我之前也拍了照片了 但一直忘记去解 那我就回去一时村 一时村 然后我们就传送到 拉西塔奇瓦卡神庙 好 那我就飞回去一时村 刚好我们这次也可以 就是再放一个传送标记器到一时村了 忘记可以用丘莉的能力 我自己蛮推荐可以在那个一时村这边放一个传送标记器 就放在这个小地这里 那我就开 我的道具的重要物品 然后找到传送标记器 按一个放置 这样以后我们要拆解余料建造的话 都可以直接来到这里 那我来去找怪物商人的这个 吉尔顿 那我要秀出照片 我来给他巨霸加马的 找一下 在哪里 是这个吧 张开大嘴巴的 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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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力 嘴巴伤超大 好丑喔 真的很丑 太有魄力了 看到这个怪物人偶 连哭闹的孩子都会安静下来 舌头也很大 还有希望有人可以装饰了 那我就 用救急手 好丑喔 真的很丑 把他放在这里 好 好 你就待在那里 装饰好了 装饰好了 呀呼 被蛇钉上的青蛙 啊 仿佛下一秒就被吞下去 那他又要找一堆人来看了 人很多 各位看过来啊 这是难得一见的巨霸加马 仅此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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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会将视线范围内的东西一口吞下 你马上就会被吸入巨大的嘴巴中 其背后的矿床在很暗的地底发光 对自己的伸手没自信就不要去找 比较好 老天保佑老天保佑啊 好丑 好丑 那他就送我们怪物马鞍 搭配之前的缰绳一起用在爱马身上 惯例的 怪物精华 感激不尽 那他还有什么东西要的 我来问看看他还有什么 你想要哪种怪物 他要鼓励欧克王 去大的身体附满了黑色鳞片 三个脑袋还分别长着不同的鸡脚 精细的图片 知道了 好 再来他要鼓励欧克王 他就是要三个头有雷跟冰还有火的 那个鼓励欧克 那我下一集来去找鼓励欧克王好了 这集就先到这边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欢迎帮我的影片按个赞 那也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哦 拜拜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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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咯